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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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在財品有一個很棒的就是 他們在設計這個活動的時候 其實就是很自然 是不說教 讓這些青少年他們可以很快 而且很喜歡融入 那就舉我女兒有一個例子來講 就是她在一個聚會裡面 就是她說 上帝又讓她看到一個女孩子的一個畫面 一直出現在她眼前 那上帝告訴她說這個人很孤單 之後的這個一個小天使跟小主人的活動當中 她剛好就抽到那個女孩子的名字 所以她就會覺得說 就找到一個機會可以去幫助她 所以這也會幫助她之後 就會多一個想要 多一個勇氣想要跨出去去 幫助一些有需要的人 因為在財品裡面 透過一些很自然的一些活動 他們就會養成一些很好的一些品格 另外一方面呢 因著這些活動 跟這些弟兄姊妹在一起 那其實他們彼此熟悉之後 那就成為一些很好的屬靈的夥伴 能夠彼此鼓勵 然後彼此支持這樣子 那其實我覺得 彩品就給青少年覺得說好玩 有趣 那我覺得還有一個是說 同儕這樣的一個友誼 或是同儕這樣的一個行動 我覺得可以讓父母可以比較放心 然後呢 今年呢 他們都報名了 而且他們找他們表姐表妹一起來報名 所以呢 歡迎大家 就把小孩子送來這邊 然後一起來學習 因為以前我跟我女兒講話不到三句 一定是爭吵 大大的爭吵 那 可是問題是 她經過一次又一次的去參加 這種才藝品格影的活動之後 讓她的生命的渴望 讓她的火熱 讓她內心的充滿著盼望 她會主動的來抱我 關心我 體貼我 我相信教會可以翻轉我女兒 我也相信她可以翻轉所有的小孩子的人生